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神 我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户外活动的人中间 荒野侠客很多 有一句话讲 藏意美多土狗辈 其实这句话很多人引用 都是引用不当 为什么 藏意的人不见得都是杀狗的人 这个藏意美多土狗辈的意思是什么 那个土狗辈指的一个人叫做高健离 就是极足的那个高健离 高健离跟荆轲是一个拜把兄弟 荆轲刺秦王失败之后 那个高健离为了要替荆轲复仇 他就刻意的去接近这个秦始皇 因为他很会极足 那他隐藏在什么 他在社会上隐藏在杀狗的行业 就是卖狗肉 那他本身 其实他是一个贵族出身 他为了要隐姓埋名 但是他因为一个杀狗的人怎么会极足呢 足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乐器 现在已经出土了 形状大概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他是善于极足 因为声音非常优美 所以人家就给他推荐到那个秦始皇那边 请秦始皇聆听他的他演奏 那这个时候 高健离因为曾经要刺杀秦始皇 没有成功嘛 没有成功之后 这个秦始皇就把他 就给他一个形状 就把眼睛给弄瞎了 两个眼睛弄瞎了 古代很多的那个乐师都是盲人啊 比如说司矿 无虽不积司矿之冲 然容玄格而之雅逸 那司矿啊 司矿就是一个乐师 司者乐师也矿者 那个乐师的名字就叫矿 司矿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乐师 他就是瞎子 古代这种盲人 那个音乐家的非常多啊 那这个高健离他原来眼睛是正常的 但因为曾经有某次秦王被捕 这个秦始皇就把他眼 因为习材没把他杀死 把他眼睛弄瞎了 他眼睛弄瞎之后 因为秦始皇还是喜欢听他的集足 就又招他进攻演奏 那这时候这个高健离就把那个签 放在他那个 塞在他那个足的那个群体里面 然后他在集足的时候 这个他发现到用听音变味 因为他眼睛瞎了嘛 他用耳朵来听他 发现到秦始皇就在他的附近的时候 他很接近的时候 他把那个竹突然停止 把那个竹砸过去 把那个竹砸过去 让他没砸到了 因为他毕竟这个秦始皇也是炼家子 再来就是可能那个竹 如果放太多千块 他的共鸣香就不响了 可能也就音乐就会逊色等等的 结果这一次就没有成功 那这次他就没有难逃到死运了 就秦始皇就直接把他杀掉了 高健离 所以有这么样一句话讲说 仗义美多土狗背 就是仗义行侠的人 大部分都是身份低贱的人 我倒不认为身份低贱的人 就一定会出现侠客 但是有一种人 里面侠客特别多 就是户外运动的人 那今天刚好要举 为什么在今天举这个例子呢 是因为前几天的 前天 今天是25号 前天是23号 23号台湾的发生 发生了一个案子 社会新闻 就是在哪个海岸 我记不起来了 反正就是有一艘渔船满载 满载乌鱼大概那个鱼货量的 一个小渔船 大概满载那个鱼货量 是30万新台币 台币价值30万的乌鱼满载 我想那个满载的船一定没压的 大概都 那个船悬大概都进水了吧 结果来了一个横向 来了一个浪 那个船翻了 整个翻户 船底朝天 整个30多万的余货 通通沉到海底 那船上好像有几个船员 是三个还是六个 我记不太清楚 反正就通通落水了 船底都朝上了嘛 那落水了 当时在那个海岸 在海岸边上 有人在玩冲浪板 去冲浪课 发现到 看到那边 远处有一个船 船底朝天 那没看到人 然后他们 于是他们就 就赶快用冲浪板 滑到那边去以后 发现到那边 有几个渔民 在那边 在水里面 窄成窄幅的 他们就把它拖带上岸来了 全部的渔民 全部救活了 但是船还翻覆在那边 那个 新闻 电视新闻画面里面 那个 播报的时候 那个 那个船的船底 还在朝天的 但是那些渔民都上来了 还有那个 访问了其中 第一个发现的冲浪客 他说他在那边冲浪 一看看到 远处好像有一艘船 那个船 船底朝天的 他想说那边一定有事 于是他就跟其他的那个 冲浪客 吆喝一声 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吆喝的吧 大家就注意了 他就指到那边 然后他就 他就滑过去了 那他滑过去之后 那其他冲浪客也接着 就集中到那边去 就把那几个船员 都能救了 那实际上 以那个画面来讲 只要我们的肉眼 能够看到岸边 也就是说我们在岸上 能看到那个船 基本上那个距离 如果说你像 以会游泳的人来讲的话 都可以游到岸上 你能够看到船 就表示船可以看到岸 那这种距离 只要眼睛可以看到 岸的那个距离 都不会很远 除非你被呛水 或者受伤 否则的话 你以我们这种能力的人 要游上岸 但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游泳讲台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粉红色 是救生员执照 下面还有风浪板 帆船教练 跟教练证 跟裁判证 都在这里 刚刚又讲台 所以以我们这种能力的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也不保证说 那个船翻的时候 那个船员有没有受伤 还有那个船员会不会游泳 都是问题 但是这几个人 跟他树妹平生的这几个冲浪客 真的就是行侠仗义 就是仗义 他不是土狗辈 他是个冲浪客 跟他树妹平生 他去救他 来我现在顺便 顺便科普一下好了 他们冲浪客怎么去救他 我今天特别穿的是我们这个 救生员的行头 我1955年出生 我1955年出生 现在今年65岁 这个我常常要告诉大家 你未必65岁老头 我是领了老人证的 必须要身体磊弱 这是一个简易型的这个冲浪板 浮板 大概就是这个形状 那这个浮板 冲浪板也是这样子 不管长板短板 那这个救生员 这些冲浪客要怎样呢 他是趴在这个板子上面 他趴在这个板子上 头仰起来 然后两个手在两边 用自由式滑水方式 这样的滑 交替的滑 他是这样 因为这个板子没有动力嘛 他就是这样滑 滑到里面去 头抬起来是因为有浪 他要看到远方 就这样的滑 那个时候也没有穿挖鞋 所以也没办法住行 就是趴在这上面 这是一个小短板 练习用小短板 那这个冲浪客在冲浪的时候 他并没有穿救生衣 很少人 他会这个天气 这个冬天 12月冬天 因为海风很大 那他基本上也不会穿救生衣 那他穿的是防寒衣 潜水用的防寒衣 那他落水怎么办呢 他是脚上套着这个 这边有一条绳索 这绳索是绑在船上的 然后这个 这边有自粘胶带 是在脚踝的那个位置 把它 我脚不方便伸上来 我把用手代替 是这样子 用这个方式 他在这个板子上的时候 他就算落水也没有关系 他落水的时候 他人落水的时候 这个还是跟板子连在一起的 所以 他不予有救生的问题 虽然他没有穿救生衣 但是他跟这个板子有福利 是连在一起的 那这就是救生员 这个福板 救生员也在用这个东西 在这个近海救生的时候 常常会用这个东西 脱带人的时候 是用这个短板 救生员用的短板 就是下水救生的时候 用这个东西 很快速的滑到那个逆者的附近 这是这则新闻给我的一个动机 要来录这一影 那我刚才讲说 这个仗义每多屠狗被 我说仗义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 都是户外运动的人 刚才讲的这是水中运动 刚才讲素妹平生 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都是行侠仗义的人 他有那个能力 侠客 那我们再讲一下 除了这个水中运动以外 我曾经讲过 我说我在 我玩飞行伞 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的前一天 这个 现在已经有三十 三十年了 三 三十多年吧 我那天在赛家 屏东的赛家 玩飞行伞 飞了很久之后 突然 结果后来飞到一个地方 没有升力了 没有上升风 后来我就破降 破降在挂树了 挂在一棵树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是三四点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 天还没有黑 但是因为我在 我把伞收了之后 要走回那个山顶的时候 太阳已经下山 下山之后 那个山上就黑了 视线很不良 你就算用手电筒也很危险 因为那个山壁是很斜 非常斜 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 叫做山中传奇 我有几个专辑讲这个东西 挂树如何自救 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在山里面的时候 我用那个无线电手机跟外界联络 因为一直发信发信 结果那个手机干电池 没电了 没电只能收讯 所以我就不能发信了 因为你再发信 连收讯都收不到了 好 这个时候有几个单位的人 我要感激 第一个单位的人是 那个 那个时候高雄有个火腿族 火腿族有一个族群的人 他收到我的信号了 他整个晚上都在 他们有值班 那是一个义工团体 他是一个完全是义务的 就是私下有兴趣的人 设一个电台 叫做功力强的叫火腿 功力弱的叫香肠 那我用的那个C150 是属于香肠族 但是我是跟一个火腿族的联络上 那有些人在里面打屁 都被那个主持人都给他驱逐出去 现在山上有一个人遇难 他需要急救 然后我请他帮我联络屏东 山地门的警察局 山地门的警察局不愿意出动 他说今天他们已经那个 那个什么 山地人已经在做狂欢之后 大家都喝了马拉桑 都喝醉了 没有人 山地青年没有人出动 但是很意外的是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的 在那个台号叫独远龙 他当时好像是一个陆军的那个 尚未军官 现役的 他也是飞行伞的同号 我始终没见过他本人 他的台号叫独远龙 他跟其他几个人说 隔一天要去爬什么 那个南横还是怎么样 要去爬什么山我忘了 反正他就是那前一天 他也在赛家玩飞行伞 结果他从那个这个 这个这个火腿 香肠族 就从那个无限电队讲机里面 知道我在山里面之后 他说他就在那附近 他们在那附近爬升 然后他就从那个地方出来找我 就按照这个手机这样 一直来找我 一直找到我在 我棲息在那地方 我棲的地方在一个很斜的斜坡上 一棵树 横的一个相似树上 我坐在那个树上面 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大概已经有六七点了吧 可能有七八点了 他们走到那边就走了很久 他是用无线电 我们用无线电互相呼应 他找到我的 找到我之后 因为他在这个山的顶上 而我在这个山的腰上面 那个距离大概 大概不到100公尺 大概只有 因为我 我当时没有用口哨 没有用哨子 我是用这个 我是用这个 用这个指哨来跟他联络了 他都听到 而且他用那个手机回我说 他听到 但是他没办法下来 因为他绳子也不够长 而且他们也 那个 因为那个山臂太斜 他很危险 他问我说 我说没有关系 我没有受伤 如果说有困难的话 你们就先走好了 没关系 我在山里面待一晚 棉长我就上来 那你要注意 注意蛇防蛇什么 非常的 这个 我跟他没有见过面 到现在为止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都没有跟他见过面 但是我 这就是山里面的人 就在山野活动的 户外活动的人 很多侠客 很多侠客 那他的年龄大概是跟我差不多 台号叫独眼龙 我还记得 那后来 后来我跟他讲 我没有受伤 没事 你们可以先走 我就在山里面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因为那天晚上的时候 就已经动员了 很多人去搜索 但是大概是飞行伞 或者轻航机上去看了一下 没有用 第二天特别花钱雇了轻航机 我太太 花钱雇了轻航机上去搜索 都没搜索到 实际上他们搜索的时间 一大早大概六七点 他们就开始搜索了 实际上我在天一亮的时候 还不到五点 初见曙光在树林上面 有光线射入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飞行伞折好 放在背包里面 就开始寻找往山巅上的路了 我就开始活动了 然后一直到他们在搜索完了 都没搜索到 我已经实际上 我已经下山了 已经走到山顶 然后走到起飞场 再从起飞场 搭人家便车 出了那个山地门 然后再继续走 走到 一共走了 从我 挂树的地方 晚上睡觉的地方 走到起飞场 就走了三个多钟头 将近四个钟头 可见那个山 有多 没喝没吃的 那中间有去 碰到一些山友 那些中老年人 在爬山 他们看到我 他们很早 天才大概七点钟不到 他们爬山 爬到那边去 他看到我 他以为我 他以为我 我刚好也是来爬山 下山 实际上我昨天晚上在山里面睡觉 睡了一晚 睡在一个树上面 那他们很客气的打招呼 我跟他讲说有没有水 他说好 山里面的山野人就是这样 我没有带水壶 他直接拿他的水壶给我喝 我刚好他讲说我昨天晚上在山里面挂了一晚上 当然因为他们不玩伞 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样一个可怕的一个经验 那但是我就这样 他说你要不要吃点干粮 我说我没胃口 我就急着要下山 大家就拜拜了 他走他们 他们那一队人走他的 我一个人继续走下山 然后后来就从那山上再走走到山地门 一共花了四个多小时走到快要十一点十二点吧 才到家 那时候在屏东 住在屏东 那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到 这就是山野人的 这是在户外活动的人的心胸都是非常开阔的 那会勾心斗角的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在城市里面 在企业里面 在体制里面 因为他们为了要增一个位置 为了要有名跟利的这个这个纠葛 所以才会勾心斗角 但在山野里面的海空任鸟飞 海阔任鱼药 天空任鸟飞 没有人会 都是南海策略 所以没有人会互相有什么 有什么需要那个勾心斗角的地方 只有互相帮助 刚刚讲了 海里面翻了一个船 一个鱼 那几个渔民落水 这些冲浪客也不是渔民 跟他一点一点瓜葛都没有 他们会愿意愿意奋不顾身过去救他们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高贵的勤操嘛 这些高贵的勤操在都市里面 在人群里面没法培养 人群里面只会培养斗争的精神 那真正的要培养要到山野里面去 像以我来讲 我在2014年 我是在高中市总益区建议青春 我当年就是为了要把眷村留下来 不要被那个文化大革命局 被台湾的文化大革命把它隔掉了 希望保存眷村文化 所以我出来竞选2014年 我竞选那个里长 那我是要保留眷村的一个典型 那当时我就在我的文宣上讲了 我说三个候选人中 有一个人被人家罢免过了 他也是眷村人 但他早就搬走了 那另外一个跟眷村毫无关系的人 那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眷村人 就是要保留眷村的人 你不选我 你们既然都想要留下来 你不选我帮你们做事情 你还要选谁呢 结果眷村里就有汉奸走狗 就把那个毫无关系的那个人捧那个人 捧那个人 捧说他拿了几百万的那个贿赂 那个人家的好处 所以他捧那个人出来 当了里长 而我这个纯眷村人 我落选了 这就是什么 虽然是大家都挂个眷村人的名 但是实际上呢 勾心斗角的一塌糊涂 完全为了自己的失利 我当时就讲说 这个犹太人要出埃及 摩西带着犹太人跨越红海出埃及 到以色列的地方 那我说 我说这个要出埃及 要带领大家出埃及的摩西 不是犹太人 你难道还找罗马人帮你带出去 或者找埃及人带你出埃及吗 犹太人是埃及人的奴隶奴工啊 罗马人是统治这个犹太人的 那居然犹太人里面就有 就有汉奸走狗 跑去贴在人家 帮人家抬轿子 我这个土生土长六十多年的 眷村人 道地眷村人 结果我落选了 我当年的文宣 文宣我就这样讲 我说带领大家出埃及的摩西是犹太人 不会是罗马人 更不会是埃及人 如果是埃及人 那你还出什么埃及呢 所以用这个来看 就是眷村人的智慧 集体智慧 那多少 那你就知道了 我落选的时候 还有人揶揄我说 你如果不出来选择就好了 可能谁就当选了 我说那个 你想要捧的那个人 人家已经曾经曾经联名罢免过 没罢掉 仅此而已 那我们不讲 那个恩怨我们不讲 我只是讲说 人的勾心斗角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私利 而在户外活动的人呢 他互相之间没有利益纠葛 所以他会愿意 你看刚刚那么高贵的情操 人家落水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可以见死不救 我在山里面跟那个 跟那些其他的山友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他们愿意花好几个小时来搜寻我 比三地青年队还要来的更加的那个 那个努力 这我真的是感激不尽 那另外就是 在山友 我也不认识他 他可以 我说你有没有水 他就直接把水壶递过来 我就咕噜咕噜喝了 那我喝了他就少了水了 但他们有一个团队 他们还有其他还可以共享他们的水源 但是这就是山里面 才会见到这些义人 义就是义气的义 离义廉耻的那个义 义是义者于也 就是当行 就是该做的就做 在山野里面才能培养这些 户外活动才能培养出这样 这样子的这个情操 高贵人类高贵的情操 而不是在人员积极的地方 三个人就是一个江湖 这些江湖就是一个蛊 蛊惑的蛊 三个从底下一个敏 这样互相咬 就是勾心斗角 所以我是从说一个 一个翻船事件 一个救生事件 就让我想感慨很多 那我们想说 这个这个仗义 每多土狗辈 每次只要有人引用这个 我就想我就先掂量看 他是什么角色 他是屠狗辈吗 他真的仗义吗 满口仁义道德 死尽难道女昌的人 这个时间太多了 真的能够雪中送炭的人 这个及时伸出援手的人 那才是义人 那我们今天 今天是2012年 2020年12月25号 我为三天前 那个救难的那几个 那个冲浪客们按赞 疫情 当然顺便提醒一下 吴中城常常提醒 提醒大家 不会游泳的人 赶快练游泳 因为你如果说 你不会水的话 这个世界上有 有有那个 百分之八十的 那个那个区域 海域 你都不能 你都丧失了这个 欣赏的能力 以上吴中城跟各位分享 参加户外活动 扩展心胸 让你做一个艺人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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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车 判罗